Hello,大家好,这里是魏老师,给大家讲故事 今天呢,来给大家讲一下西北军的一个抗日爱国的军事将领,吉红昌 吉红昌呢,他的名字大家反而应该听说过 虽然他是西北军,他属于冯玉祥的部队 但是呢,他是我们的共产党员 对,而且呢,他的这个故事跟事迹呢,是被编入咱们的一个初衷的一个教材 80后的人呢,应该都知道他 因为现在的这个教材应该是改了 那么说这个吉红昌,他又属于西北军 怎么又是我们共产党的这个党员呢 听我从头来讲起 这个吉红昌啊,他没有什么文化 但是人长得呢,挺帅气,而且呢,个子高 就是他当时呢,就是也是没有什么生计出路 那就去当兵 刚好呢,也是面试到了这个,冯玉祥的这个部队 那么冯玉祥一看,哎,这个人面色清秀,就把他招进去 由于冯玉祥呢,他也是个大老粗啊 那么他就,他看人呢,首先是肯定看外表嘛 你个子长得高 这个长得清秀俊嘛,他就比较喜欢 所以呢,就把这个吉红昌呢,编入他的手枪队 当了队长,就是啊,他有个保镖团 相当于是,就是保护冯玉祥安全的这个贴身保镖 那么这样子一来的话,这个吉红昌就受到了冯玉祥的重运 就说,嗯,这个西北军呢 冯玉祥的西北军 他穷有穷的好处,为什么 因为他的这个物资,你说重炮,啊,这种枪的这种子弹,弹药不足 没有办法,所以说呢,他给他的部队呢,很多发的是大刀队 就是没有枪,只能拿那种大砍刀 那么拿大砍刀,那么这是冷兵器 那么你跟这种现代化的枪械比起来 那肯定差距很大的 但是,那么有的时候,这个砍刀啊,比枪有用 就是近战的时候 双方哄在一起,肉搏的时候 肉搏的时候,你拿着枪 啊,拿着个大长枪 前面有个刺刀,你只能刺 那么大砍刀的话 左砍右砍,也可以刺 那就比他的这个枪有用多了 再一个的话,你说拿着手枪 拿着手枪的话,大家一堆人 不是说站好了,让你在这儿打 大家都是哄在一起 啊,混战 那么你有枪你是不敢开的 所以说尤其在近身肉搏的时候 这个大砍刀很有用 所以呢 吉红昌就借了这个他的优势 发动了夜袭 深夜冲入城城的这个军队里面 大砍 结果呢,这是什么呢 就是他夜袭的部队没有死伤一人 把城城的部队给击退 所以说呢,这个吉红昌的这个部队啊 也被评为什么,铁军 要知道当时啊,国民革命军 就是蒋介石的部队 啊,第四军 就是夜庭所在的这个第四军 也是被称为铁军 啊,那么所以说是 就是南北都有铁军 那么当然后来这俩铁军呢 啊,在捉运单战的时候是对立的 但是哈,就是说西北军 他整体前面已经说了 这个冯玉祥他的啊 这种治理军队的能力不行 致使啊,你像 嗯,十有三啊 包括那个韩复举 挣钱倒戈 那么这样子的话 冯玉祥的这个防线 基本上就一窥千里 那这个时候的吉红昌 也收到了蒋介石的这个 说客的亲笔信 啊,就是说 你看,现在这个冯玉祥败局已定 那么你留给你的就两条路 要么 你跟着冯玉祥 要么你战死 啊,要么 从一个普通的大头兵 逐渐成长到啊 排长,连长,营长 最后呢 给他提拔到师长这个职位 那么要说到吉红昌呢 他有两大优势 第一,他们在军队中呢 他继承了这个冯玉祥的这种 管理是手段 要知道冯玉祥啊 为什么管理军队管理的不好 最后制使他的军队呢 都 啊,有的跟他访目成仇 有的呢 就是你像石友三 啊,韩复局都叛变了冯玉祥 但后来这个吉红昌其实是也是离了谁 离了冯玉祥而去 就是因为冯玉祥啊 他没问话 所以说没问话 不管啥时候都吃亏 你做任何行业都吃亏 冯玉祥呢 就是管教他的下属 非打则骂啊 而且呢 不给留情面 开会的时候啊 哪个高级将领 说错话了 马上就踢两脚 门口给我跪着去 你要知道冯玉祥 他当时是二方面军的总司令 再一个的话 他是管理着好几个省 那么他的手下这些都是 有些是省长这种级别 你要一个省长跪在门口 他很没面子 所以说呢 韩复局就是因为这个啊 从而反了冯玉祥 那么说到这个吉红昌呢 他耳濡目染 他学的呢 也是冯玉祥这种封建家族式的管理手段 管理军队 所以说呢 他管理军队其实还是值得商榷的 那么吉红昌当了师长之后呢 有一度时期啊 冯玉祥派他做了什么 宁夏的省主席 就是当时啊 冯玉祥的部队是隶属于什么 隶属于松中山的国民党 他们共同来对付北洋军阀 那么当时的宁夏省呢 是被北洋军阀占着 所以说呢 这个冯玉祥就派了谁 吉红昌去进攻宁夏 然后占领宁夏之后呢 当了宁夏的省主席 那么当了省主席之后 他就开始啊 不带兵 主要是做那个行政管理 他在宁夏呢 其实还是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因为当时宁夏的这个民族矛盾比较厉害 所以说呢 他亲自穿上 大家应该知道 宁夏回族自治区 回族的话 就是少数民族聚集区嘛 那么现在 就是到了现在的话 宁夏那边啊 因为我去过 宁川 清真寺啊 这个包括很多寺庙 你看这个感觉就是跟 非这种少数民族聚集区还不太一样 但是现在因为交通方便 那里汉人很多 那么像以前的话 那么主要还是回族人多 这样子的话 就是回汉矛盾还是比较深刻的 那么他去了之后 他就穿了 他把自己打扮成回族人 然后呢 跟当地的回族领袖握手拍照 把大大的照片拍好之后呢 就挂在这个城门上 就是以示民族之间的这个友谊 所以当时呢 在宁夏的这些回族的老百姓呢 都很敬重吉红昌 这是一个 那么后来呢 就是冯玉祥 他们蒋介石闹翻了 然后呢 联合了李宗人白崇喜 还有严西山 发动了中原大将来对付蒋介石 那么这个时候的这个 吉红昌呢 就告别了这个宁夏 又重新带领他的部队 来跟谁呢 来跟城城作战 因为当时 蒋介石这边派出来的是城城 那么冯玉祥派出来是吉红昌 跟城城作战 结果呢 怎么着 你就投降我 我给你整编 这个再回过头来说 这个吉红昌啊 其实他呢 怎么说 他是非常忠于冯玉祥的 因为没有冯玉祥 就没有他的今天 他是非常讲义气的一个人 那么正因为他讲义气 所以呢 他最终决定了 还是 叛免冯玉祥 为什么这么说 就是说 他能跟冯玉祥讲义气 那么他也对自己的士兵 是非常非常讲义气的 要知道冯玉祥的部队 在西北 西北那个地方 气候不太好 你像南方这边的话 水稻可以收一年 收两季三季 那边一年收一季 比较穷苦 第一呢 他想让他的这些部队的士兵啊 跟了他很多年了 想让他们过点好日子 再一个的话就是说 如果继续跟着冯玉祥打仗 现在明显败局已定 那么面临着只有死 或者说是被蒋介石打败整编 这是一个 再一个的话就是这个吉红枪带兵啊 他真的跟其他人不一样 所以说他为什么最终从国民党 转头到共产党门下 也是这个原因 就是他呢 他不喜欢内战 他在跟蒋介石打仗的时候呢 他印了个名片 啊 名片背后 要知道 现在的话 你是个小老板 都可以印个名片 那在那个年代的话 印名片都是那种什么 起码师长级别的啊 他印个名片 前面写啊 冯玉祥 西北军 第二方面 第二集团军 多少军 军长 他因为这时候已经升到军长 那么背面就写着 枪口不对内 意思他不喜欢打内战 但这样子一来就怎么样 他就不仅得罪了蒋介石 因为本身他是属于冯玉祥的部队 那么蒋介石对他肯定敌势的 但是冯玉祥的部队也不喜欢他 你想冯玉祥的十三太保都对他有戒心 为什么 你这个时候你发一个名片 后面写着枪口不对内 什么意思 不想打内战 不想打内战 你意思不想打蒋介石咯 咱们现在正在跟蒋介石打仗 你说你不想打蒋介石 你是啥意思 是不是想反 所以这样子的话 他致使冯玉祥对吉红昌也有采集 那么这种情况下 那没有办法 后来蒋介石 亲笔委任吉红昌坐22路军总司令 派飞机空头到他的部队 那么这个吉红昌就正前倒戈 那么此刻作为冯玉祥主力的 这个吉红昌的部队投降之后 那么冯玉祥的防线就彻底瓦解 所以说呢 中原大战至此收场 那么收场以后 但是蒋介石 老谋生算的这个人 他的这个军事方针是怎样子的 就是消灭一己 接下来中原大战打完了 谁是蒋介石的敌人 那么肯定是我打 所以说呢 他就派部队去围剿 中央红军 当然也包括鳄云晚苏区的红军 就是说大家对这个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反围剿都听说过 但是呢 这个内容大家哄起来搞不清楚为什么 因为这个蒋介石围剿啊 他不止围剿毛主席所在的这个中央苏区 那么他还去围剿哪 张国套所在的这个鳄云晚苏区 所以说呢 他就派了什么部队去围剿红军 但是他不派自己的主力 我蒋介石的嫡系主力 我肯定舍不得让他们打仗 舍不得让他们死啊 就派谁呢 你向投降过来的 西北军 当然就吉红昌 你去给我打哪呢 打鳄云晚苏区 那么鳄云晚苏区后来呢 这个时候是30年的时候 中元大战结束的时候呢 张国套还没有被派到鳄云晚苏区 这个时候鳄云晚苏区的一把手是许姬胜 许姬胜是谁 其实呢 我讲过一节 他是黄埔一气的 跟丛庚是同班同学 跟李莫安是同班同学 深得谁呢 周恩来的器重 那么这个时候呢 鳄云晚苏区的领导人许姬胜 那就带领鳄云晚苏区的这个部队 跟前来围剿的吉红昌打 那么吉红昌这时候就发现 哎 他是内战的铁军 他打成城的部队能打得过 结果他打不过这个鳄云晚苏区的红军 他就在思考这是什么原因 所以说呢 他就化妆了 亲自化妆成一个剃头匠 带了一个随从 就深入到鳄云晚苏区去 想要去了解一下 为什么红军这么穷 武器弹药缺乏 为什么老百姓帮着红军来打国民党 进到苏区之后 考察了两个月 他回来写了一份日记 写的叫做毛色洞开 为什么 他这个鸡 他在这个鳄云晚苏区的这个剑矢啊 深深地打动了自己 为什么 因为咱们红军是没收地主的土地 然后呢 无偿的封给贫困的老百姓 这是穷苦老百姓的一支队伍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在旧社会的老百姓 最需要的根本东西就是生产治疗 就是土地 那么说 你 你一支部队对老百姓这么好 那么老百姓 为了部队 真的是抛头路撒热血 心甘情愿 所以说你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尤其是那个 来围剿 不管是你围剿中央苏区 或者厄远苏区的这些国民党部队 一进入苏区 他又成为什么 瞎子 笼子 苏区老百姓 你抓起来口吻 说 红军跑那里去了 老百姓呢 胆子小的时候 哎呀 我不知道 我没见过 胆子大的就说 好 我就不告诉你 你这个狗东西 我知道 红军来杀你 都是这种 所以这个集红套 就怎么都不理解 后来呢 他就要了解清楚了 什么是共产党 什么是共产主义 老百姓真正需要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部队 或者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党来领导他们 所以说呢 他回来的日记除了写 醍醐灌顶之外 又说自己投错了门 是什么意思 投错了党派 他就是这样认为 为什么呢 因为集红昌这个人前面说了 他还跟普通的这种带兵的将领不一样 集红昌的爸爸给集红昌 他临死的时候给集红昌说 你当官你就不要为了发财 那么集红昌其实已经过了这种 升官发财的见到 人家已经当过省主席 省政府的一把手了 那么他的权力 其实也已经是在全国都能排得上号的 那么他紧记着他爸的教诲 当官不贪财 他不喝冰雪 不贪污部队的这些 就是上级发下来的这些拨款 两袖清风 那么作为一个部队的首领 他一不贪钱的时候呢 他心里面就向着什么呢 为人民谋福利 他站在了更高的一个高度上 所以说呢 这样子一来的话 国民党的高光厚禄 这种享乐 贪图享乐的生活 那么就号召不动他了 这时候他就想着 我得怎么样 加入共产党 我要脱离国民党 他就变成这种想法 所以他经过中间人 就跟红军的一个领导人 宣霞富接触 后来成为了好朋友 那么宣霞富的名字 大家应该也听说过 所以说呢 在这种情况下 他就想 怎么样 他拉着他的西北军 就是投降共产党 但是前面说了 他治军理念还是不行 所以他对军队的掌握不是很牢 所以说呢 他准备起义的这个消息呢 就传到蒋介石耳朵里 所以呢 蒋介石赶紧派部队的 就把他的部队绞了线 强令他出国考察 因为这个时候哈 蒋介石获得的消息 获得军统的消息 不是说确定的百分之百 说我已经抓住你 抓住你 吉红昌跟宣霞富 牵的白纸黑子 说是要投共 没有 只是听说 听人家嘴里面说的 所以呢 蒋介石半信半疑 不是很确定 但是为了保险期间 把他的部队给绞了线 要求谁呢 要求吉红昌 你出国考察 那么吉红昌没有办法 就去了美国 但是他这个人呢 身子骨很硬 为什么 去了美国呢 当时美国还是歧视中国人呢 所以说他有一次 邮寄一个东西回国 结果人家 美国的这些邮定人说 我不知道中国在哪 不给油 所以他就很生气 他的随从就说 你就假装说你是日本人 那么美国人就对你的态度 就大不一样 他就说了 凭什么说我是日本人 我就瞧不起日本人 我是堂堂的中国人 好 所以呢 他就干脆做了个牌子 脖子上挂在胸口 上面写着 I am Chinese 我是中国人 走到哪就挂个牌子 所以说你从此也能看到 这个吉红昌这个性格 那么等后来这个918事变爆发 小日本入侵东北 那么吉红昌这个时候就强烈要求 我一定要回国 回国抗日 那么当时美国记者就采访他 说是你 像你们中国这么穷 你们怎么跟小日本来打 人家日本是工业国 你们是农业国 吉红昌说了 我们的武器不如人 但是我们中国有四万万同胞的热血 就用血来淹死他 说的是慷慨几昂 那么他也是 他是这么想的 他要求回国抗战 给蒋介石写信 那蒋介石不同意 担心蒋介石 担心控制不住他 但是呢 他没有听蒋介石的 他就回国 回国之后他又找他的老长官 冯玉祥 重新跟冯玉祥一起组织了 这个查哈尔抗日同盟军 那么紧接着就要说到 吉红昌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功劳 他收复了一个城市 多龙 那么在这个时候 就是在九云八事变之后 张学良丧权辱国 这么说呢 东三省他一枪不放 兜了东三省 那么这个时候 全国的舆论哗然 全体呢要求怎么样 蒋介石下野 那么蒋介石压力很大 因为蒋介石一国领导人啊 兜了东三省首先的责任 老百姓怪的是谁 怪的是蒋介石 那么蒋介石就找到张学良说 看清啊 你看 现在呢 船上有咱们两个人 咱们必须得有一个人跳下船 不然的话这个船会成呢 老百姓要反了 那么张学良一说 啊那如果这样的话呢 就我就跳下船 所以呢 蒋介石啊 就让张学良主动辞职 也是跑到哪 跑到意大利 也是出国考察去了 所以说呢 同样的出国考察 集红昌听到抗日的消息 他立马要回国 回国就组织了抗日议养军 结果呢 集红昌在收复城市 张学良呢 丢成失地 啊 这就是集红昌跟张学良的一个区别 啊 其实呢 啊 如果是我的讽刺的话 也听我讲过张学良 就是说 张学良啊 除了西安事变 啊 他是做的呢 有骨气 啊 或者说是为祖国和人民做了贡献 那么他在西安事变之前呢 基本上就是一塌糊涂 啊 当然张学良是我党的恩人 我党呢 是很重视他或者说是很认可他的 当然啊 啊 认可他呢 是因为西安事变 啊 他呢 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 一致一致对外 对付小日本 那么张学良前期啊 有一个连续剧 就是反映张学良年轻时候的 吸牙片 吸毒 啊 嫖娼 然后把什么 啊 就是 朋友的老婆也 包括亲戚的老婆也给搞走什么的 啊 反正是很多这些 这些啊 啊 这个呢 打打岔了啊 接着说吉红昌 吉红昌收复多龙之后 举国欢腾啊 因为当时小日本呢 是号称为不可战胜的 这是第一 第二 因为东北三省丢了 结果呢 查哈尔丢了 热河丢了 结果呢 吉红昌能从小日本手里面夺回一个大城市 所以说呢 全国沸腾 但是 这个时候蒋介石呢 对谁呢 对冯玉祥跟吉红昌有戒心 为什么 中原大战 蒋介石刚刚把吉红昌收复过来 把冯玉祥给打垮 那么这个时候呢 虽然 蒋介石不好意思再去打吉红昌和谁 冯玉祥为什么 因为大家舆论要一致抗日 人家吉红昌和冯玉祥在这打日本人呢 你蒋介石再去打吉红昌的话 你还是不是人啊 打抗日的队伍 所以呢 这个时候 但是呢 蒋介石也不支持他们啊 那军响你们自己搞吧 你们抗日 你们自己掏钱去抗日 所以吉红昌没有办法 他把自己的房子卖了 错了六万块钱 买了武器装备 打打小日本 但是后来啊 就是说这个 呃 部队一旦没有军饷 要知道 大炮一响 黄金万两 根本他的这个实力是支撑不住的 支撑不住的话 这种情况下 那么这个抗日同盟军就瓦解了 瓦解了之后 那么吉红昌就又想着带着抗日同盟军 啊 就是投降我党 所以呢 他就秘密跟宣侠父接洽 然后怎么样 然后呢 他就成为我党的秘密党员 这是一个 然后呢 又接洽要把这支 他的抗日同盟军 然后呢 拉到哪 这个时候张国焘已经 二远碗苏区 他已经掌权了 啊 跟张国焘接洽 又准备把部队拉到二远碗苏区去 那么这样子一来的话 那蒋介石的这个耳目众多 就根本就饶不了这个吉红昌 要说上次 打发他出国 是因为没有直接的证据 那么这次 已经掌握了他真正已经投共了的证据 那么这回就要要他的命 所以呢 派出来谁 戴笠 呃 派特务去杀这个吉红昌 为什么 为什么不敢派军队进攻 因为吉红昌人家是抗日的队伍 蒋介石如果打吉红昌 呃 明目张胆的去围剿的话 那这样子的话 舆论对他不利 所以呢 他派 派了戴笠去暗杀 戴笠呢 就派了个女特务 有一次呢 就是说 吉红昌在一个酒楼里面秘密开会 跟我党的人开会 啊 那么这个时候 呃 戴笠派这个女特务 就假装在那酒楼踢毽子 啊 踢毽子呢 等这个小二给进去送菜的时候呢 他就假装把这个毽子一脚踢进这个酒楼里面 啊 所以说呢 他就赶紧进去捡 那么吉红昌他们也没留意 一看是个女孩子进来 毽子踢进来来捡 啊 啊那么就没当回事 其实呢 他是进来侦查一下 你们怎么坐的这个位置在那啊 吉红昌你坐靠左 啊好 出来出来呢 就告诉对面楼上这个枪手 吉红昌大概在最左边离墙几米大概 啊 你就开枪按杀 结果刚好吉红昌要上厕所 所以说呢 这一枪没打着 打死了吉红昌的副官 因为吉红昌去上厕所了 然后副官给他倒酒 就过来他这个位置上把副官给打死了 所以那吉红昌就捡了一条命 但捡了一条命呢 后来在法租界 被法租界的这些法国人的巡捕给逮住了 逮住之后呢 那么这个时候蒋介石就非常重视 但毕竟当时在法租界抓起来的 那么蒋介石就要求把这个吉红昌引渡过来 啊 引渡过来之后 他就开始审判 就说要么你重新你投降 脱离共产党你跟我声明 然后呢 投降啊 我 那我就不杀你 吉红昌就说了 我要是想投降你 那我何必本来就是你的人 我要去投降了共产党 然后呢 反过来给审判蒋介石 审判他的人呢 讲他为什么要投公 所以说呢 一看就不行 没有办法 后来呢 就是蒋介石要枪毙他 枪毙就枪毙 吉红昌呢 就在去刑场的路上 他捡了个树枝 在地上呢 写了一首诗 叫做恨不抗日死 留得今日休 国破山河在 最后一句是 我何惜此头 那么这个题是很好理解的 就是说 他是愿意为了抗日去牺牲的 那么他最后对枪毙他的人说 我谈谈论论的革命军人 我今天为了抗日而死 那么你不要从我后脑的手上开枪 我要看着你打我 这是第一 第二 我顶天立地 哥们我顶天立地 我不要开列枪 我躺地上不行 我死里也要站着 你过去拿个凳子 所以说呢 他就这样坐着 是行啦 你不要蒙我眼睛 你就开枪 我看着你开枪 所以说呢 被国民党特务给打死 中年39岁 所以说呢 一代名将 抗日名将 就这样 怎么说 被国民党法动派杀害 那么到最后啊 咱们就评价一下吉红昌 就是吉红昌啊 我认为他走错了一步路是什么呢 就是他不应该从冯玉祥的部队 怎么样 投降蒋介石 为什么 就是说你作为一个 不管是哪个派系的 你从一个派系 转投到另外一个派系的情况下 那么往往你两边不讨好 你原来的派系视你为敌人 叛徒 非常的恨你 比恨敌人都恨 那么你投入到新的派系里面 其实新的派系也不把你当心腹 觉得你能投降我 你有朝一日 你又能投降别人 这是其一 那么其二 他对于这个军队的这个管理啊 也是吃了没文化的亏 这个前面已经讲过了 致使他两次准备把部队 怎么样 拉到共产党这边 两次都没有拉成功 为什么 因为他从美国回国之后 他呢是准备怎么样 把他原来的部队 就拉到厄远苏区去去 跟红军一道去抗日 那么他 带了一个随从 到了云莱的部队 秘密回到云莱的部队 因为他云莱的部队啊 都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这些长官 现在已经当了市长了 他就回去找这些市长 他总以为 靠着他以前的威望 他可以说得动 说是你投降 但是 这些市长 他们是怎么样 他们这个时候觉得 我现在堂堂当的市长 我跟着蒋介石 以文化富贵 好 你要拉我去投共产党 第一冒着杀脑道的危险 第二去了共产党那边 听说 饭也吃不饱 条件很艰苦 不去 所以说呢 他去找这些市长 这些市长一听说 他的老长官来了 怎么面对 又不好抓他 又不好给蒋介石报告 毕竟这个人的面子 或者人情事故在 所以呢 都躲着不见他 说哎呀 我开会啊 蒋介石叫我开会呢 我跑南京开会去了 就不见他 所以呢 他几次都其实没有把部队拉出来 所以这是一个 但是 虽然他没有把部队拉出来 但是他的这种民族气节 为了穷苦老百姓 打天下的这种胸怀 这个是普通的这种军事将领 他是比不了的 就是他的格局 比很多的这种军事将领 是要高的 所以说呢 仅以此表示对谁呢 吉红昌将军的敬意 好 今天呢 就讲到这里